妮妮 于1988年8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她是中国内地女演员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语言传播系 2011年 她因出演战争史诗电影《金灵十三柴》 与主角玉莫一角而进入演艺圈 并评级此片 获得第六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等多个奖项 2019年11月 妮妮凭借电视剧《陈欺元》 获得第26届华鼎奖 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并在2020年 主演电影《拆弹专家2》 逢年8月27日 妮妮名列《二十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70位 腾讯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 从《金灵十三柴》中走出的妮妮本领越来越强 戏中一派预报比哈宋秦淮的阿罗腔调深入人心 给大众留下深入起跑 起红唇的属女范儿的印象 而戏外媚眼如丝的她 有一种接地气的特质 说起话来却相当快言快语 给人感觉是一个带有男孩子气的邻家学妹 而网易对她的评价也相当不错 早前妮妮饰演的角色多以压抑悲戚为主 而在新娘大作战中 她凭借喜感十足的表演和夸张艳丽的造型 获得众多观众的喜爱 首演起剧 便让她在悲喜两种极端情绪上的演技 都受到观众的认可 我认为妮妮的气质很独特 带出不似汤围的沉静文艺 出席的慵懒泄意 她是百变的 可风情万种 可清纯入主 亦可娇媚动人 最后想问问大家 如果十分是满分 你会给她几分呢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好了 这一集绅士君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 请大家点个赞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此外 各位来自全世界的绅士们 也可以在留言区交流分享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